还只因偷看了一眼男人的好身材 便面红而逝 心跳加速 回到房间竟还做起了春梦 女孩呼的一下被自己的梦惊醒 赶紧起身喝点水降降辛苦 没想到就连水里都是男人赤身裸体的画面 干脆将自己关在书房 抄写经书平复心情 可方珠仍然发现方海市 最近有些举止反常 海市赶紧谎称自己要去教长练习射箭溜走 不一会儿方珠发现 海市竟然和师兄方卓英打得闹闹举止亲密 还以为方卓英对海市有其他想法 你要知道 海市是你的弟弟 不可预许 童儿当然知道海市是弟弟 要不然我才懒得管他那些闲事 师父 童儿明白 做凶长要有凶长的样子 要有风度和威严 童儿绝对不会带坏海市 恐怕在大直南卓英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海市是女儿身吧 半夜方珠猜定海市一定睡不着 竟还招摇地坐到海市门口陪他缠定打坐 这下搞得海市更是面红耳赤心跳加速 原来海市是方珠多年前救下的一名渔村的女儿 由于长年渔村被皇帝逼迫进贡上等胶珠 父亲为了获得胶珠不惜让女儿潜下深海召唤胶人 但将胶人引上来后 竟又一把掐住女儿脖子 以换得胶人落泪形成胶珠 女孩情急之下咬伤父亲手臂 父亲手上的鲜血引来许多胶杀 在胶杀的袭击下众人皆命丧皇权 而女孩在千军一发之际被美丽的胶人所救 还给她留下了不少上等胶珠 可当女孩带着用父亲生命换来的胶珠上脚时 带头官兵竟然为了私吞着上等胶珠想要将全村人灭过 女孩在情急之下误杀了带头的官兵 于是被一众士兵围追堵杀 可小女孩哪里是一群大男人的对手 就在电光火世间方珠正巧路过 将她救下 女孩果断选择从此以后跟着方珠一起做男孩 从此以后海誓拜方珠为师 还有了一个哥哥方卓英 可方珠用生命守护的人 却是海誓一心想要杀害的人 那便是皇上 因为她曾间接害死自己父亲 方珠看出了海誓的心思 从小到大虽教会海誓许多本领 却从不曾安排她当过任何差事 可机灵的海誓一心想要出门历练一番 偷偷跑了出来混到卓英的军队 还在这里暴露了自己的女儿身 而海誓对此一概不知 一心想的是救出提兰公主完成师父的使命 可皇帝对于季风馆如此行为并不满意 不仅下令追杀海誓 还将回来负命的方珠方卓英打了半死 只因大智国与祝典国唇齿相依 如今祝典国决定送回大智国质子 也就是当今皇帝的弟弟祭祭 一并回来的还有祝典国的提兰公主 但帝旭安排方珠的季风馆 只接祭祭祭祭回来 却并不想见到提兰公主 方珠认为此事本与提兰公主无关 而且还关系两国的和睦 一旦如此很可能祝典国与其他国家交好 使得大智国唇亡齿寒 而方珠的全局思维却引来地区不满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就只不过是阴沟里的老鼠 是正在暗处的爪牙 但季风馆又只按方珠的命令办事 便是平安将两人接回天启城 海誓偷听到师父与卓英的谈话 本就想出门历练 却又被师父罚超家规部的出门 只好偷偷溜进卓英的军队 被卓英发现后也没办法 只好好酒好菜地招呼着这个唯一的弟弟 次日接到四殿下和提兰公主后 卓英便规划着回天启城的路线 他们缤纷三路往回看 却没想到如此精心的规划 仍然使得提兰公主所在的车队遭人袭击 幸好海誓反应快 立即带兵赶来增援 及时救下提兰公主 但自己是女儿身的秘密 也被提兰公主不小心发现 她却并没有声张 任务完成后方朱猜想到 地区定不会轻饶了他们 便派哨子将海誓以执行新任务 唯由提前骗着她离开 果然皇帝言成了方朱与卓英 还将卓英打得皮开肉绽 晕死过去 而出来执行新任务的海誓 却是越走越不对劲 你还不准备跟我说实话吗 小公子的话我不太明白 师父让你我执行的任务 是捉拿季风管的叛徒 对啊 可有画像 有 让我给烧了 人我记得 既是季风管的人 为何会有画像 果然被她猜对了 师父是想她躲过这次货端 待她返回馆中 才发现卓英已经被打得昏死过去 这就要去找地区评理 不仅背方朱拦了下来 还要将海誓撵走 你走吧 我不留你 不是因为怕你受牵绿 而是因为你天性顽灵 绿教不敢 是师命唯无 离开季风管 海誓原以为只有卓英受伤 可没一会儿皇帝又传来旨意 还要求方朱跪着看完这道圣旨 海誓来到房中请师父时才发现 原来师父也被打得满身是伤 待方朱缓缓上前打开地区送来的画像时 才发现会像里的提兰公主 竟跟死去的皇后子三长得一模一样 方朱便谎称自己没有看清要跪着看一面 原来当年遗亡之乱 方朱被灭门之恨蒙盖双眼 提前下令发兵合围 连累皇帝的爱妻子三生死 而皇帝对子三本就一往情深 方朱可以帮地区得到一切 唯独不能还给地区最心爱的女人 这也怪不得地区这么狠方朱 方朱却始终对她一片赤诚忠心 海誓对这一切不得而知 看到师父与卓英受到如此不公平待遇 更是坐实了当今皇帝的昏庸无道 这就准备偷偷前往宫中行赐皇帝 为师父师兄报仇 更是为自己多年前死去的父亲报仇 皇帝非但不生气 还要将自己的爱妃赐给女伴男装的方海誓 只因提兰公主与已故的皇后长得一模一样 而皇帝深爱着皇后 至今都不能走出阴霾 害死自己心爱女人的又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方朱 间接导致 不仅如此 方朱还间接害死苏将军的父亲 自此方朱便一直隐藏身份戴着面具在暗中保护皇帝安危 但皇帝却是一心想死 却奈何方朱保护得太好死不掉 如今看到还有一个如此胆大的方海誓敢来刺杀自己 非常开心 又听说方海誓曾英雄救美提兰公主 便打算将爱妃赐给方海誓 提兰公主位自郑清白当即拔出发簪 决定自吻一殿前途 被皇帝拦下 这才打消了皇帝想要赐婚的想法 这没你的事了 行行作胎 出去 不仅如此还要赏赐海誓 回到馆中 方朱决心赶走海誓 生性执扭 我早就知道你待陛下未必有臣服之心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让你去办差的原因 但我万万想不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竟然敢去刺杀陛下 说着还拔出长剑直指 亲手带大的徒弟海誓 难道才开始男女主就要开灭了吗 我方海誓从来不是一个 不敢面对结局的人 我不会走的 师父若是要杀我 就请尽快做决定吧 方朱决还是不忍心的 可还是也确实执着就这样一直跪在雨夜里 此时公公带着皇帝赏赐的圣旨来到季风馆 方朱接下圣旨后 派给海誓一个追杀季风馆叛徒的任务 让他在十日内完成任务便可原谅他 海誓没日没夜的终于找到季风馆的叛徒 没想到却是带海誓非常好的赵书 他告诉海誓当初提兰公主遇险一事 使他走落了风声 可海誓说什么也不愿相信赵书的说辞 想带他回去解释清楚 哪知赵书竟自己掏出匕首自尽 还伪装成被海誓损杀 海誓一时有些回不过神 回到季风馆海誓想要弄清楚缘由 海誓不会离开季风馆 方朱提醒海誓 既然要留在季风馆 今后就再也不要动伤害皇上的心思 海誓非常不解为何方朱对皇上如此于衷 他更不明白为何没弄清楚事情缘由就要杀死赵书 就连卓英也心生不忍 决定帮他去找师父讨个答案 尽管方海誓从小生长于此 可他从未亲手杀人 更别提是陪伴多年的赵书 方卓英认为师父若要责罚锤炼方海誓 大可委派其他任务 何必非要杀赵书 这让一直仰慕师父的方海誓开始自我怀疑 但无论海誓卓英如何追问 方朱就是坚口不言 他始终认为这一切都曾给过海誓选择的权利 所以如今的路既是海誓自己的选择便是他的必经之路 次日或许是海誓想明白了 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季风馆 他决定去往汉州一带历练一番 尽管他没有与师父当面辞行 却还是朝着师父的房间磕头败别 哨子非常担心认为方海誓出去历练并无不妥 只是汉州未出苦寒之地 再加上他从不曾出门办差 唯恐途中遇到麻烦 正如哨子所料 海誓途经客栈歇息遭遇埋伏 海誓虽说是身手纽结 可还是寡不敌众被对方所伤 就在海誓被歹人团团围住时 幸好方朱及时赶到救下海誓 你们的主子 真是越来越没有出息 开黑店打埋伏 简直侮辱他祖上的英明 过了今日 如果还有命 回去劝告你们的主子 如若再向鼠背行使 将来方某 肯定回礼奉上 海誓想继续调查那群刺客的幕后主楼 却被方朱阻止 他是我的旧相识 有些私怨 但不必忧虑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 而后海誓通过哨子得知 原来师父并没有冤枉诏书 他确实曾多次向外传递消息 这让海誓对师父的歉意满满 可方朱本身就是嘴硬心软之人 表面看似冷落冰霜 实则早已原谅海誓 还为他备好治疗刀伤的药膏 这让海誓开心不已 转眼看到海誓因为手臂上的刀伤 射箭使手上使不上力气 方朱还手把手叫他 可这样亲密的距离炙热的眼神 哪个受得了 方朱顿时有些面红耳赤急忙离开 而那晚皇上派公公宣旨的赏赐内容 也传到海誓耳朵 便是轻点他参加科举考试 这可让海誓高兴坏了 急忙跑来找方朱确认 没想到方朱居然同意他去参加 海誓为了能一举拿下科举 急忙拦下三年前科举考试第一名的方卓英 虚心地向他请教 可海誓不知道的是 方卓英是身在曹英心在汉 原来他在宫中 当直时碰到了让他一见清心之人 便是林景思的浙流 方卓英还经常去林景思的房顶偷看浙流 品尝着浙流做的糕点 倾听他的心事 方卓英如今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便天天向到宫里当差 这天方卓英想带海誓进宫转转 可刚到林景思门口 就假装肚子疼要去上茅房 让海誓帮忙进去取自己的新官袍 海誓刚进林景思就被筐子里 浙流秀的荷包吸引住 我看这荷包别致得很 方小公子若是喜欢 我明知道刘秀几个送去季风馆 不必了 我乃一介粗人 用不上这些 只是觉得这荷包实在是很别致 海誓赶紧带着官府离开 但他却发现浙英举止行为异常故意说 这衣裳要是不合你意 我再回一趟林景思 让刘姑娘帮你看看 说起来 这刘姑娘真是好看 一双眼睛像宝石一样 还有她那手啊 一把嫩葱一样 不像我这粗人的手 我 你老看人家手干什么 你老听着人家手干什么 清福 回到馆中 卓英就将这刘秀的新官服 抱在怀里别提多幸福 而海誓也没闲着 竟拿起针线准备绣荷包 却突然听见有人来的声音 赶紧抱着针线躲进被窝 可还是被大只南卓英发现 见他用丸刀弄枪的手来绣荷包 忍不住嘲笑他 方海誓你没事吧 大半夜的不睡觉 在这偷偷摸摸的绣荷包 你这荷包绣得也太丑了吧 少子哥给大伙补的裤子都比你这个强 可海誓仍然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荷包绣好送给师傅 原来是昨天师傅陪他练剑时 海誓一不小心将师傅身上的玉佩打落在地 第二天一早海誓鬼鬼祟祟的 拿着自己绣的荷包到方猪门口打转 看到师傅后却又顾佐幼儿言他 无尽汤大人都走了 他在助理里 叔王非可是幼时相识 欺慕凶脉 如今要最后门的地方 可是我想见一面都拿 叔王非就坐就坐得不行了 皇上立马命人宣指特允提兰公主出宫为汤钱字大人送行 提兰接到圣旨后非常惶恐 因为他知道身为皇上的嫔妃理应与外臣避嫌 但又圣命难为 只好故意感染风寒不能出宫相送 可皇上得知后非但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还阴阳怪气地认为提兰一定是染上了十亿病 朕 昨日令汤钱字 起承前往皇权官夫人 今日你便突然高热 这要不是十亿 那怕是朕的旨意害人吧 说着还要将提兰送到宫外去避一避 提兰承认他和汤钱字确实是旧时 但绝没有私情 求皇上不要迁怒汤钱字 为正清白 提兰自请去往内宇 那里自可查清所有前因后果 听到这话的帝婿突然又甚感无趣 便不再追究转身离开 其实提兰公主长得和皇上已故的皇后一模一样 但皇上至今无法走出失去皇后的阴影 所以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提兰的突然到来 季风馆这边海市即将参加科举考试 可这第一课就难倒了她 见她如此烦忧卓英很是好奇 此话一出海市就打起了眼前卓英的主意 让她去帮自己参加这次的脱衣面试 见她不肯海市之后 拿领警司一室来威胁她 没办法卓英只好代替海市去参加第一场面试 好在师父早都预料到此处上下已经打点好了一切 卓英顺利帮海市通过这第一关 今后就要看海市的真功夫了 海市要过的第二关便是写论文 须在论文中谈论当下的实证 只见海市提理就来 它将发生在身边的真实实证写了出来 便是海市从小经历的交诸科证一试 他的这篇论交诸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 而皇上却是雷霆正面 原来皇上当年是表面上征税 实则误误交换 却有人打着自己的名义 十倍百倍的征收诸税 皇上当场下旨令廷为摇杰大人前往越州 彻查东南沿海诸害一事 至于那些玩忽只守弃君网上的人 全都遭遇定罪 皇上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当初海市刺杀自己不仅仅是为了提兰公主 更是为了诸税一事 放榜了 海市果然又得了侧问的魁首 海市前面的会事都非常顺利 却不想在接下来的武士中 会身受重伤差点命丧皇权 这边幻想着跟师父的好梦 那一头又忙着勾打树荣飞 特让卓英替自己送礼物给他 一串白马似的平安猪串 一只小白兔 见树荣飞如此喜欢这小白兔 卓英也心生一尽 赶紧就带了一只小白兔偷偷送进林景寺给哲刘 还躲在房顶偷看 见哲刘如此喜欢小白兔 卓英得意坏了 可海市送给树荣飞的手串和小兔子 却给树荣飞惹来了大麻烦 因为树荣飞手上的朱川不小心被地区发现 地区马上就要找树荣飞的茶 他很快便猜出送礼的人就是方海市 见树荣飞愿意用性命为方海市做保两人 绝无余矩之处 地区立即来了兴致要求树荣飞次日 与自己一起观看电选 电选当天 树荣飞始终戴着面纱 并且从不曾抬头观看 这也引来地区的不满 好在树荣飞口齿伶俐 才逃过地区的责问 比赛场中海市就没有那么性命了 他们需要在木桩上打赢所有人 最后脱颖而出才行 眼看着海市就要赢了这场比赛 却有人在背后下黑手 海市突然身中剧毒 眼底一黑掉进水里 幸好方珠立即跳下水箱救 方珠终于将海市从水底救起 却也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回到季风管海市中毒很深 急需马上医治 可衣冠却迟迟未到 无奈之下方珠只好一把抱起海市 扒开他的衣服 先是用小刀为他清理伤口 紧接着还要上嘴将毒给吸出来 可这个角度很难不让人误会 恰巧这一幕被赶来送腰带的点一看到 点一与方珠曾有婚约在身 可方珠打一开始就不接受这个安排 他曾立时终身不婚不娶 只为报效朝廷 可点一早已到了出宫年龄 却迟迟不肯出宫 就是为了等方珠 如今点一看到这一幕 让他心如刀脚 而电选这边地区要求彻查此事 在场的所有人不得离开 直到查处凶手为止 留下一封遗书 承认暗杀海誓的就是自己 因为他释海是为此次科举考试的头号劲敌 才动了歪心思 实际上他是苏将军的人 专门派他卧底在这群世子中 然后暗中刺杀海誓 如今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只好弃局保帅了 可就算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方珠 也猜想到幕后主谋是谁 并警告他 若你再敢动我的人 我不会放过你 定取你性命 也因在救海誓时暴露身份 必须决定让他大白于人前 协理朝政还将昭明公赐给方珠 朕准其以青海公之位协理朝政 世袭封地留伤 并加封使池杰大都督 协左卫将军 管辖文武军 统领安卫营季风馆 并于即日起将季风馆搬进宫内昭明公 陛下只喜欢子孙阿姐 臣妾也可以拜托他 当即就要将提兰打进免宫 其实这些话都是提兰故意说出来激怒帝序的 因为帝序没事就去找他的茶 而提兰也并不想见到帝序 这样一来互不打扰便是最好不过 季风馆这边海誓一直在养伤 这天突然从事胃口中 得知整个季风馆不将搬进宫居住 却不想师父根本没打算带上他 这使得海誓非常难过急忙跑来找师父 师父却说 你长大了 昭明公里都是难的 以后肯定会有不方便 我看是方珠对这个亭亭玉立的徒弟也动性 就从他整日拿着海誓绣给他的一个东岛西歪的荷包 在手中把玩就可以看出 这不禁又开始吃起了徒弟卓音的醋 这日海誓得空到街上闲逛 本想买份礼物送给师父和卓音 却不想就因他之前写的一篇论胶珠 在民间引起轩然大波 他一上街就被不少人认出并将他团团围住 于是他只好换上女装大摇大摆的 在街上吃吃喝喝 可这个时辰 他应该穿着新官服进宫面上 原来是通报的人传错了时辰导致海誓误了证实 幸好方珠身受地区信任 以海誓身上的毒伤还为大好为由搪塞过去 海誓之吼 与卓音淡定的吃肉喝酒了 正在说师父的坏话 却不想被郑桥赶来寻他的师父听得一清二楚 师父啊 那个双眼睛 像黑药石一样 亮得很 你就算这样捧着他 接着热物都不一定能误得弱 我呢 是一直想亲近师父了 到最后 只能远远地看着他 敬重他 这下倒好 我捅了这么大篓子 他是师父要跟我疏远了 师父见他穿得如此招摇 还是决定让他同自己进宫居住 怕他一个人住在季风管不安全 出门时海誓的包袱里不小心掉出一块玉佩 原来是送给卓音的 师父瞬间便吃起醋来 我在这儿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居住 其实海誓也有给师父买礼物 只是今天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忘记拿走 而卓音也没闲着 半差一回来 就马不停蹄地进宫偷看正在练习盲袖的浙流 还给他带来了自己挑选的礼物 可卓音却始终没有勇气面对浙流 待浙流接下纱布后 卓音早已躲得远远的 帝旭又上门找查来了 见提兰公主在这里过得悠闲自在 他便不自在了 又看到提兰雕刻了龙尾神户他自己周全 便故意让提兰公主效仿子 咱雕刻三万个护身符宝将士平安 为了不被看清提兰阶下指令 但提兰只有一双手 哪里能短时间内刻出三万个护身符 他只好没日没夜的雕刻 还不小心弄伤了手指 帝旭得知后嘴上说是让医官随便给他医治 可实际上次日就连忙跑到医官院来查看提兰的病例记载 日后怕是要追击火葬场了 而海士大病出狱第一次进公粮衣服尺寸 不仅发现了卓音喜欢之人就是这里了 还得知了原来师父曾与典一有婚约在身 海士瞬间心事重重 我还有钥匙在身 先告辞 第二天便是海士启程前往黄泉关驻守的日子 方珠亲自为他束上头发 还亲手为他穿上战甲 全城方珠都不敢抬头正视海士炙热的双眼 只是默默为海士穿戴 穿戴整齐后海士将方珠曾送给他的班纸还回 其实方珠也有千言万语 最终却只会成了十个字 海士 其军勿服道 努力下参犯 海士头也不回地离开远赴黄泉关 方珠给海士送完行就马不停蹄地来到林景司 他告诉点一 自从子亲去后 我曾立誓 不藏私 不成家 以身奉国 立功自孝 我们父母那一辈虽有钱约 但你我之间本无约定 希望你不要自恶 点一非常伤心难过 他认为方珠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因为方珠为海士疗伤的场景被他亲眼看到 并以为两人之间有语举行为 至此点一怀恨在心 一心想要除掉海士 也为后面海士遇险埋下祸因 其实方珠自己都不知道他心里早已有了海士 只是一直压制自己不去想 海士这边出道黄泉关就首战告捷 因为他们在押送粮草回黄泉关路上 经张大人这一路上的分析 他怀疑谷库人会偷袭水井屯 而水井屯是重要的粮食补给站 海士主动提出带少部分人马去营救水井屯 张大人带着粮草抵达黄泉关 正与汤将军商量带兵支援水井屯 此时却有人来报海士 已经带着小队人马返回 他首战告捷 但接下来的就是一场硬仗 原来谷库人来了个声东击西 先派小部分人马袭击水井屯 实际上是为大部队腾出时间赶到黄泉营 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一举拿下黄泉营 而方珠这边通过传回来 有关黄泉关的消息察觉 他们的消息线中有内奸 因此派卓英表面上是填补新的线人 实际上要再安插其他内线这样 才能确保消息万无一失 提兰这边打听到海士的首战告捷 非常开心准备去双平湖 为他放纸灯祈福 可就在提兰躲在这僻静的双平湖放纸灯时 地绪也正在买醉思念子专 他们也曾一起乘船放灯祈求平安 地绪偏偏倒倒地静走到双平湖边 正巧看见提兰独自在此放水灯 一瞬间地绪竟然有些恍惚 将提兰认成了心心念念的子专 急忙上前一把将提兰紧紧抱住 这可把提兰吓坏了 下一秒地绪静直接就要轻轻 提兰情急之下 一把将喝醉的地绪推进河里 两人在拉扯中提兰也一起坠水 可地绪是怕水的 原来阿绪怕水 谁是我怕水的 不怕不怕 如果你真的掉到水里 我拼了命也会救你上来的 如今拼了命救她的近视提兰 一整夜在地绪身边照顾的也是提兰 提兰看出了地绪内心的孤独 连自己的湿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就这样守在地绪身边一整晚 地绪也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直到提兰一直心心念念那只小兔 那只兔子在镇这儿养着不合适 记得让他们给你送回去 海誓因为得知师傅居然有婚约在身 整个人都不好了偷偷躲在一角淋雨流泪 突然方珠出现 看到海誓淋了雨非常着急 又是帮她擦拭 又是给她端来驱寒的茶水 可海誓此时根本不关心这些 她一心想的就只有师傅要澄清这件事 我跟卓英当过的师傅许多年 总说 那不是因为照顾我们 师傅也许早就澄清了 我们现在应该都有很多侄儿了 这话酸不溜究的 可方珠却并没有听出海誓的言外之意 急忙出门就要给她拿换洗的衣服 待方珠离开后海誓 失魂落魄地独自回到了宫外的季风馆 她想了一整晚 次日便决定进宫拜见帝序 又在这听到帝序准备赐婚师傅于点一 一气之下便求的帝序的恩典 想去苦寒的黄泉关注手 方珠得知后 先是劝解海誓 但见她如此决绝便没有再阻拦 可她不知海誓的离开 主要是因为她以为师父即将成婚 此番一去 怕是吃不了师父与居点一的喜酒了 天下有情热重 能修成正果 确实不易 成亲 乃人生致死 在这救助师父 永结同心 卓英得知海誓要远赴黄泉关注手非常着急 这才从海誓口中得知有点一这个人的存在 虽说卓英非常不舍海誓的离开 但见师父都拿她没办法也不好再多说 不日海誓便来到军营随心军一同训练 她想用忙碌的训练来麻痹自己不去想师父 导致救急复发 卓英实在看不下去跑来找海誓 可海誓的一戏话却听得卓英毫无头绪 就这样和我和师父一起办差 在集风馆尽中见笑不好吗 尽中见笑 当然 师父对我们虽无声恩 但有养育之恩 我们日后自然要在他西前尽孝 西前尽孝 我问你 他比你才大了多少 他也才大了我多少 海誓 青海公 方建明 方大人 从来都不是我的父亲 估计卓英没有听懂海誓 想做他师娘这层意思 他以为海誓对师父不敬 方朱虽然表面装出一副 漠不关心的样子 实则非常挂念海誓 半夜还趁着海誓迷迷糊糊时 偷偷来到海誓的营照 好喜欢你 师父 喜欢到 你要离开 我就好难过 你 你知不知道 可待海誓一觉醒来 却不见师父踪命 但他明明白白 就觉得师父曾来过 借着灵行再即回去 与师父告别 我对师父 不一样 所以师父万万不可再往前走 哪怕半骨 不管是初一从小 看我长大的情谊也好 对我关爱的全权之吸引法 都不可能 若师父再走半骨 只怕海誓会说出不该说的话 做出不该做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话 海誓只能一辈子熬在关外 没办法回来再见师父 可此时方珠的守心却新增一道伤痕 原来是地序得知提兰公主伤势越发严重特来冷宫看望 见她手伤如此严重难免心疼 但嘴上又不饶人 紧接着又上前关心提兰的手伤 哪知提兰反手拒绝 却不慎弄伤地序 可地序手心并未留下伤痕 反而是正在与海誓下棋的方珠手心多了一条伤口 原来早在遗亡之乱时 方珠因为方家灭门之祸提前下令合围 不仅害死地序深爱的子丹 还使得地序身负重伤 未稳定军心 不使局势再度反复 方珠便成为地序的百息 从此与地序命运一系 伤痛恶运都由她承担 也正因为此方珠只能对不起海誓 不敢往前再踏半岁 而地序也始终无法从 失去子丹的痛苦中走出来 就连提兰也看出她的孤独 还特意为她雕刻了一个 与子丹一模一样的龙尾神送给地序 虽被她拒绝 但还是赦免了提兰 命人将他们送回玉安宫 地序为了促使方珠与点一的婚事 故意将她手里戏作修补一事 交到点一手里 这正好给了点一机会除掉海誓 果然海誓这边就即将遇到大麻烦 海誓与汤将军察觉 谷库人可能有所行动 于是海誓自请带一小队人满一探究竟 果然发现谷库人大量聚集 并且朝着黄泉营的方向 前进准备搞偷袭 海誓先派人回去禀告 自己则前往麒麟班救兵 果然谷库人非常凶残 先是让加满人给他们做肉盾 再加上他们体格强悍攀岩走壁 更是不在话下 与黄泉营的大战眼看着情况危急 突然海誓带着麒麟支援的队伍赶来 与汤将军队谷库人进行夹击 海誓剑法了得不仅救下加满人的首领 还当机立断将谷库人的首领一箭毙命 可与他剑法相当的还有一人 他果断向海誓射来两箭 海誓虽未中箭 但也并没有射中对方 只是打下对方的面罩 出乎意料的是 对方竟然与从小一起长大的卓英面容一模一样 那是卓英吗 除去发色 那面容与身形 我与卓英从小一起长大 绝不会认错 谷库人见首领当场身亡 下令撤兵 此时海誓对被谷库人拿来做肉盾的加满人 起了恻意之心 听说他们正在赶往兰兹成 而此时的兰兹成被谷库的另一支部落右部占领 海誓在得知左部与右部虽都是谷库人 但他们关系不合并不会联合作战后 决定带一小队人马前去通知 加满人兰兹成被占的事 却没想到海誓还没赶到 加满人已经被谷库右部人团团围住 谷库人人多势众 将海誓的几个兄弟抓住一只威胁 海誓只好束手就擒 被谷库人抓回兰兹成 但幼王对这个曾杀掉谷库左王的海誓非常感兴趣 直接就朝他射来一把匕首 海誓眼疾手快不仅用匕首割断捆住双手的铁链 还顺手接住匕首 这让幼王对他更是喜欢 希望他能归顺到右部为他所用 但海誓用谷库人的方式向幼王发起单挑邀请 如果海誓赢了 就可以放走他的兄弟以及加满人 很快海誓便与幼王展开搏斗 幼王虽说力大无穷 好在海誓身手敏捷 很快便结束战斗 但幼王却突然耍赖说要分批放走加满人以及他的弟兄 此时门外突然围来不少左部人 他们听说幼王抓了海誓 要求幼王将海誓交给他们好未死去的左王报仇 就在此时海誓是女儿生的消息传到幼王这里来 他灵机一动以战俘的性命威胁海誓 让他立即换上女装出门给左部一个交代 当幼王看到换上女装的海誓后更是一见倾心 当即就决定要迎娶他做自己的阿达 幼王以一具交尸将左部糊弄过去 回到城内海誓发现被抓进来的新战俘中竟然有张大人 海誓立即明白过来 他是来营救自己的 决定来得里应外辅 于是海誓答应做幼王的阿达 但是也要求他必须当天释放更多的战俘 幼王以高兴便答应下来 还答应海誓去牢房给他们发放食物 就在发放食物的过程中将消息传递给了张大人 张大人在通过释放的战俘将消息传递出去 而黄泉营这边方珠已经带着商日夜兼程的赶来 此时加满人的首领带着部下自请帮他们传递消息 解救海誓 同时也为加满人夺回属于他们的蓝自成 于是方珠先是派人给幼谷送去鹤里 表面上是弹火 实际上是给海誓传递信号 果然海誓在一众鹤里中发现师父曾送自己的班纸 知道方珠来了黄泉营 同时看到所有礼物都是夏元节的礼物 便明白过来师父想在夏元节动手 海誓终于答应幼王的要求成为他的阿达 但是要求他在夏元节给自己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而后他来到牢房将消息偷偷传递给张大人 张大人通过加满人独有的口哨信号将消息传递出去 牢房外的加满人得知后 先先是将消息传递出去 然后偷偷在他们喝水的井里下 本以为计划天衣无缝 没想到黄泉营有间戏将他们的行动计划告知了幼王 幼王立即派人严家看管战俘 然后带着重兵来到海誓房间 只见海誓并未练渣是从窗口一跃而下 没想到方珠早已等候多时 师父 你成亲那日的烟花也这么漂亮吗 没有 我不会和不爱的人成亲 自从上次地区落水后 提兰拼死香就才换来地区一丁点态度上的转变 可好日子没过两天 又被娘家助典国找上门称助典国 如今闹了洪灾急需补给 以前都是看在子赞的面子上 地区才愿意出手相助 如今没了子赞地区是一点也不能再忍了 直接就给回绝了 助典国特使只好找到提兰 从他口中得知以前地区也曾多次出手帮他们 全都是依仗子赞的从中周旋 他的意思不言而喻如今轮到提兰去地区面前周旋求情了 这可让提兰非常为难 一面是自己的母伯 一面是性情还捉摸不定的地区 一旁的丫鬟立即可冲到 要不舒容非亲自去求见陛下 既然仙头有子赞皇后开过仙礼 您再去说到底好说话一些 可他们不知道子赞从来没有因为助典国的原因让地区为难 反而是让地区不要管他们 全都是地区主动出手帮忙 不知情的提兰虽是向地区求情不太妥当 也没了办法 只好端上亲手做的莲花糕求见地区 地区见他在这个街骨眼上 做出如此这般的举动瞬间大怒 真是半君如半如 前一天提兰还红袖天香在一旁伺候地区批奏折 今天就让提兰滚出去 这让提兰非常委屈也非常为难 提兰也只好另想他发 他唯一能动的心思就只有死去的姐姐子赞了 这天趁着地区喝得迷迷糊糊 提兰穿上子赞生前经常穿的衣服 扮作子赞在屏风后站着 果然地区一刹那间 以为是真的子赞出现在眼前 可提兰就是提兰他并不想扮作姐姐子赞 如今这局势全都是身不由己 可次日醒来后 地区对提兰并无半分怜悯之心 还让公公端来一碗粮药给提兰 这是 这是 粮药 陛下 至今没有嫡出之子 照规矩是不能留的 不过现在 中公空旋 到底还是要看陛下的意思 也不一定就非得按救治来 话音还未落 提兰直接端起药碗一饮而尽 地区对提兰的态度非常变态 一边讨厌他的脸和子簪长得一模一样 一边又要再次宣召他来办嫁 第二天醒来 照旧命人端来粮药给他 只见提兰眼都不眨地直接将药一饮而尽 可由于药性太过寒凉 导致寒气在提兰体内郁节 他腹痛难忍 却又坚决不愿惊动旁人 如今的他只是一心求死 这天地区又心血来潮宣找提兰士气 可此时的提兰已经痛到晕厥 婢女瞒着他 去给地区回话说提兰偶感风寒不能半价 这使得地区非常生气 认为提兰就是矫情 这就要去看看他在装什么婢 提兰这边得知婢女 去给自己告假后非常着急 担心地区会迁怒于他 正在说话间地区气冲冲地感慨 认为此时虚弱的提兰生龙活火 这就准备罚他出去跪上两个时辰 哪知下一秒提兰竟晕倒在地 地区健壮也着急起来赶紧宣召御医 从御医口中得知 原来是自己的良药害了提兰如此痛苦后 又非常疼惜和懊悔 但提兰已经不堪地区的折磨 对于医开的药并没有好好吃 导致他身体每况愈下 只能靠脂粉装点修饰 这日地区又突然来了兴致宣 他一起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又故意刁难 见他饮酒时 只是浅浅异常便不乐意了 整那屈寒之物 你应该多喝一些 是 提兰只好将酒意而下 可地区还不满意示意他再多喝些 提兰就这样一杯两杯 三杯四杯地喝着 不一会儿就脸上泛起红浴 胃里翻江倒海 只好向地区告假先去更衣 提兰东倒西歪地走到一处湖边 突然海市出现以为他要轻声上前一把将他抱住 就在这时地区突然赶来醋意大发 一把将提兰抱进怀里 这就要抱回寝宫准备宠信他 在寝宫内地区步步紧逼 将提兰逼到一处墙角 眼看着又准备霸王硬上弓 天上突然闪过一道惊雷 地区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确实即对不起提兰更对不起子丹 他始终不能从子丹的离世中走出来 提兰见地区也是苦命之人 只是每个人的苦不一样罢了 心里便不再那么埋怨了 他慢慢走进地区 我自从出生 就由于佛品 人风吹越大 心里头过不去的时候 我就想 不该就是这么着的 然后咬咬牙 也就挨过去了 提兰见地区如此难过 蹲下身抱住地区并安慰他 可没一会儿 提兰体力不知直接晕厥过去 被地区急冲冲地抱着跑出来 得知可能是崩漏之者 地区冒着雨 一路抱着提兰跑的区域医院 此时的他定是万般后悔 曾经的所作所为吧 从太医口中 得知提兰如今的身体 好像从未服过药 地区非常不解 提兰为何如此 但地区不是真的不喜欢提兰 只是无法忘记子三 才故意刁难 如今也是非常后悔 但就算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 就是良药伤到了提兰根本 从此不能再有身孕 得知这个消息的地区一时难以接受 反倒是提兰非常镇定 还上前安慰地区自己 不会因此事心有怨对 地区这才慌忙安慰提兰 果然自此地区也终于 解开心结真正接受提兰 这天还特意命远 将子三的东西全部收起来 把子三的画像 还有这挂石 找别处收起来吧 使者一以 往后 子三 就放在真心里吧 而卓英自从上次去执行 刺杀苏江九回来后 却发现 他一直心心念念的这流众毒 导致双目失明 卓英以前都是躲在林锦斯的屋檐上 伴坐这流的风神大人 偷听他的心里话 本打算这次回来就向这流表白 却不想发生这一幕 他虽然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这流面前 但是这流却将永远都看不到他的样貌了 可这流并没有因此便自怨自艾 而是自请做起了林锦斯的点一大人 卓英只要得空就来看望这流 这天还为正在忙秀的这流带来好吃的 便是这流曾经做给风神大人的这流花松 这流非常开心 卓英在开心之余不小心透露 他就是风神大人的事实 细心的这流当然早都察觉到卓英就是那个风神大人 可两人虽是两情相悦 却始终不敢迈出那一步 这天还是终于看不下去向地叙求了恩典 地叙决定赐婚这流与卓英 可圣旨还没传到卓英耳朵 这流就服毒自尽了 原来是因为卓英身体里流淌的是古库人的血 可古库左王乃印的同胞 方朱派他回到草原投奔古库右王 料定他一定会接纳卓英 而卓英此番的目的就是一桶草原 让草原上再无战争 因此方朱担心卓英心有旁骛 而此番行动危险万分 为了卓英的安全方朱特来找到这流 将实情原委告知于他 这流明白方朱的意思 清海公 我晓得怎样做 请清海公转告他一句话 倘若他不珍重自家的性命 那这流这一条命 算是白白断送了 最后方朱掏出一包毒药的这流 才有了这流服毒自尽的一幕 没了念想的卓英非常伤心 他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怕是以后再也流不出眼泪了 而后卓英按照方朱的意思继续办差 先是假意刺杀帝序 然后逃出都中直奔古库而去 方朱又立马派海誓去追杀他 海誓与卓英本是从小长到大的兄妹更是朋友 如今要让他去杀卓英 这对于海誓来说是打心底里不能接受 但是帝序的盛命难为 只好前去追杀 可当海誓追上卓英时 眼看着他就要与古库人会合 情急之下只能掏出剑向卓英射去 而卓英丝毫没有闪赌 剑虽射中卓英却没有射中他的要害 若你相信海誓平日带你的情分 相信他宁可抗命也不会杀你的话 咱们就赌上这一场 如果你赢了就赢得自由 和这七千里的汉州 我不会躲拆 你这一切废出不可 卓英终于平安到达古库幼王所在的草原 幼王得知卓英在都中擒家习武 就是为了刺杀帝序 非常开心地接纳卓英愿与他一同草原 可海誓此次却是被方珠伤透了心不愿再回到都中 向帝序请指次去官职 方珠也担心海誓的倔脾气 于是派了一个人去寻他 姑娘 打交还是住店 寻人 小六 平安让你送的信可有回复了 方大人还没有 您先稍等 我先帮着这两位姑娘寻到人之后再跟您说 不用了 找到了 在帝序与太院的细心照顾下 提兰的肚子非常争气地怀上孩子 这使得帝序与提兰非常开心 两人的小日子过得非常舒心 眼看着提兰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帝序甚至还提前拟好圣着 只要提兰的孩子平安降生 就立即策立他为储君无论男女 还准备顺势策封提兰未寄后 可好日子没过两天 提兰在住免国的弟弟索兰 就打着特使的旗号来到都中 实则是想将大针百朝换代 这天他来探望提兰与他家长离短 提兰对自己唯一的弟弟毫无防备 索兰趁机向提兰寄来 他从不离身的龙尾神护身符 说是拿去为提兰和他腹中孩子祈福 提兰虽有些顾虑 因为他的护身符从未离开过身边 但又考虑到弟弟如此诚恳便答应下来 可索兰拿着提兰的龙尾神护身符 并没有祈福 而是约来了一只爱慕提兰的汤钱字 汤钱字收到消息后 从遥远的黄泉关直奔而来 索兰告诉汤钱字 提兰用自己从不离身的护身符 不向他发出求救信号 而汤钱字曾看到过 地蓄折磨提兰的画面 还一度忘记君臣之理 劝谏地蓄善待提兰 如今看到提兰从不离身的护身符便 对索兰的说辞毫无怀疑 索兰告诉汤钱字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复留 不论提兰腹中所怀是男是女 都有办法让他成为都中未来的主人 而提兰就是未来的太后 此话一出将汤钱字说得非常心动 无日便带上自己的三万兵 马起兵攻打都中 如今地蓄已解开与方珠之间的百息 还给他自由 因此亲自带兵抵抗汤钱字的进攻 不仅如此 索兰还有一个一直潜伏在宫中施掌势 趁着混乱打着地蓄的旗号带走提兰 在半岛将提兰和他身边的丫鬟敲晕 然后将两人藏了起来 待提兰醒来后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弟弟索兰在从中作祟 可此时提兰已经无法左右索兰的想法只能被他囚禁在此处 地蓄得知提兰被人等待走后非常难 立即派人寻找提兰的下落 很快哨子便找到了提兰被关押的地方 地蓄不听劝谏一定要亲自去将提兰接回来才能放心 此时提兰也在想办法逃出去 他先让碧云谎称自己身体有样将开门的侍卫骗进来 然后一棒将其敲晕 另外一个侍卫闻声赶来 而就在他刚踏进门一瞬间被人一箭击毙 吓得提兰立即举起大板凳准备出击 下一秒进来的竟然是他心心念念的地蓄 地蓄二话不说直接将提兰抱上马车赶紧离开 可还没走出十米远市长时带兵赶来 挡住地蓄前进的路 尽管地蓄武功高强 奈何对方人多是重 将他团团为主 而就在此时提兰突然感觉肚子剧痛难忍 深爱他的地蓄为了保护他能顺利生产与反肥拼死活动 他凭借一己之力从天亮战斗到天飞 如今已是筋疲力尽 就在此时受龙尾神自幽的提兰终于平安生产 地蓄听到孩子的体肤声也终于放下心来 而此时他已无力反抗 被一帮反贼用尖刀刺穿他的身体 提兰立即冲上前一把抱住地蓄 地蓄看到自己的儿子非常开心 此时索兰杀红了眼继续下令夺回孩子 地蓄仍然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保护提兰 眼看着一把把长长的尖刀向他刺来 在千军一发之际 提兰上前为他挡住那一把把长剑 提兰实现了他曾经对地蓄的承诺 提兰告诉阿絮这辈子能遇到他非常知足 然后倒在阿絮的怀里安然地离去 朱则赶来救地蓄和提兰 但方朱却是晚了一步 看着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阿絮就要死在自己面前 他不愿放弃想再试试 却被地蓄阻止 地蓄和提兰终于实现了相伴终身的承诺 只留下了本世早产导致先天不足的小皇子 他啼哭不忍 经御医诊断怕事命不久已 而目前唯一能救小皇子的 就只有方朱身上流淌着的流伤血脉 他决定与小皇子在施百溪 替他抵挡所有灾祸 得知一切的海誓 并没有如往日般责怪方朱 如此狠心地丢下自己 而是非常理解方朱的为难 因为或许换作是海誓 他也会这样做 并答应会留下来以胡朱夫人的身份 辅佐小皇子 直到他长大成人 而卓英这边也平定了草原上的所有纷争 主动与大致结盟达成长期和睦 同时卓英还在古库 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这流 两人相识在这流的纺织房 原来这流一直在卓英身边暗中 替他收集情报 如今两人再没了束缚 驰骋在无边的草原